台北灯会一大亮点 林某娘水汪汪大眼睛 有着一头长发 让民众抢着拍照 在漫画中她有着腼腆笑容 时常穿着学校制服健身 设定是一名十二岁少女 厂商也会有一些市场的需求 那他们会想要 就是针对一些年轻族群 那去打下这个年轻族群 那所以一开始的话 会有一些就是 想要年轻可爱这种形象 去做设定这样子 多数畅销动漫作品 里面女性角色 通常有着长发 可爱美丽身材较好 更是必备条件 拥有广大粉丝 更带动周边商机 因此有民众灵机一动 在国发会公共政策 网络参与平台提议 中央与地方政府合作 每个县市推出虚拟美女一名 要求设定十六岁 穿着不必太露 但一定要可爱美丽 身材比例不能太差 不需要再去加强 这样的一个形象 就是说女性好像 一定要年轻 然后身材不错 然后才是 在台湾人眼中是好卖的 对那这个其实是我们 在想象一个多元的 台湾社会的时候 这其实是非常一个 贫乏的方式 国发会解释 虚拟人物应该没涉及 性别歧视 尽管广邀各县市 找虚拟美少女代言 仍在复义阶段 能否成行还是未知数 但已经引起讨论 记者杨清浩 从视频台北报导 从视频台北报导 开始